Hello 今天我有我的outfit video 是我們去Kochella的outfit video 如果你還沒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話 明天我忘記subscribe 我通常會upload兩至三次 通常都是fashion的video 如果你想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instagram通常在這裡寫著 是NaomiSHG 這個Kochella的outfit 都是給你去festival那類型的outfit 我第一個給大家看的outfit 比較可愛可愛的outfit 其實我穿的裙子 其實是Asian Provocator的lingerie 在lingerie上面 我穿著For Love & Lemon的brillette 因為你不想什麼都see through 給別人看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look也比較可愛 好像很公主的outfit 我不是太喜歡 只是很可愛的outfit 所以我搭配了這個outfit 和一對combat boot 我看上去比較tough一點的outfit 我用了一個Alexander Wang的袋子 他有些chain在這裡 所以看上去比較tough一點 型仔一點的 和一對combat boot 還有一對combat boot 是向一對combat boot 所以我可以用到這個部分 是一個對combat boot 給大家一些喜歡上鬆一點的一個outfit 是一個很容易穿的 我的toplite是RUMI的白色top 之後我就穿著一條牛仔裙 還有一個波鞋 一個很容易穿的outfit Summer Spring 都穿得到的outfit RUMI的飾演 它是比較上最sexy 最dressy 最打扮的一個artfit 如果我去festival的話 其實我通常都很少去festival 如果我去festival 我通常都會穿平底鞋 但我知道有些女生比較喜歡穿高跟鞋 我覺得這雙高跟鞋還是可以穿得到 因為比較像Dr.Martens的boots 但是高跟的 這雙是Louis Vuitton的boots 然後這個top 也是一個很sexy的top 而且你去這些地方通常都會很嫌 所以我想這類型的artfit 都比較適合一點 之後它看起來比較上bohemian 我就加了很多 necklace 看起來比較上interesting 和bohemian 我最後一個artfit 就是一個很搶眼的artfit 是一個黃色的artfit 是一個全身黃色的artfit 我這個top是Privacy Please 在Revolve購買的 裙子是Unif的 之後我加了一條皮帶 皮帶是topshop的 因為我覺得比較適合去cochelle 這些festival的地方 因為其實都是比較涼 而且這類型的顏色 我覺得都很適合這類型的場合 而且就算是summer 穿這類型的artfit 我覺得挺好看 因為黃色也是比較開心的顏色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意見 如果你是去cochelle的話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是不是去cochelle 你穿什麼去cochelle 我下方留言再跟大家見